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竟然在看守所前面 被航延長 延長拘押 所以你要講這個 大家一起來講 所以很多網友說 你為什麼烤香腸 烤香腸純心不良 他說我還至少沒有吃烤 烤雞肉烤鴨肉 這個是在台中 蔡壁如沒有去烤香腸 所以這個蠻有意思 這怎麼回事 對柯文哲的這一些準備 在後柯文哲時代 想要進入民眾黨這一些人來講 他們現在只能這樣子 不然怎麼辦 柯文哲會不會遲 我告訴你 他認真的去講法律 怎麼說也說不贏 柯文哲會不會遲 我再問你 你們認為會不會遲 柯文哲不會遲 不會想遲 很簡單 柯文哲遲了 你覺得這些人會演這一齣戲嗎 蔡壁如現在還會請 天主教的非正式牧師 跟殺戮在地道士 來幫柯文哲集結 所以柯文哲遲了 就什麼都不是 如果柯文哲遲了 不管是誰代理的 你覺得蔡壁如還會演這個戲嗎 可能柯文哲本來很想讓 陳佩琪來上位 但陳佩琪自己都自身難保了 但我要講的是說 剛剛講到黃國昌 剛剛勇哥講出 黃國昌不是有跟柯文哲簽那個 說不介入黨務 切結束 很簡單 現在跟他簽的那一個人 已經在裡面了 情勢變更 因為法律人常常會講一句話 情勢變更 事實上也是 而且柯文哲跟他簽的這一個人 柯文哲是跟黃國昌簽那個協議的人 現在柯文哲已經不能逝世了 那怎麼辦 因為合約就沒了 所以 不是我覺得剛剛講說他請到不管天主教非正式牧師 你知道嗎當你要為一個人祈福之後 你要到教堂去向神父向牧師 而不是把牧師請到現場來 對齁 牧師從來 對齁 神父跟牧師不會到現場來跟你造事 你講到好像是重點 所以他非正式 非正式 牧師或者是這個神父都不會幫非法的志勤去祈福 那不是很奇怪嗎 神父如果為你祈福的話 你必須要懺悔 要把你做的壞事要向上帝懺悔 那還是你要到神父那裡去 所以你要懺悔 他們現在要幫柯文哲去告解 對 要告解 但是你還是要到教堂 所以顯然采薇可能是 看主教或者基督教的人 革文哲去跟神父告解我有罪 可是前提是他要先認定自己 可是柯文哲說他沒有罪 柯文哲說你都不怎樣 我現在要回歸正傳 柯文哲會不會辭 不會 他幹嘛辭 不會 不會啊 就是不辭 因為他雅士伯格陣 所以雅士伯格陣是很new的 所以就不辭 是不是 民眾黨就是他的性質 他自己就說我就是民眾黨 民眾黨就是柯文哲 這跟親民黨一樣 他什麼詞啊 他一詞的情況下 他就就名字有罪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他們現在早就已經有設立一個應變小組 你們認為的這些重要人物 不論是我們說高雄他的金主 或者是這個黃國昌 都在應變小組 應變小組運作得很厲害 側翼 側翼就是陳佩奇加智函 那這個現在在台中 再殺出一招叫做蔡壁汝 所以我整個民眾黨很穩定啊 你看我們還是去大陸山起伏啊 所以換一個角度來對柯文哲而言 他現在辭要黨主席並不是必要的事情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柯文哲不辭的話 對黃國昌他有利多 他可以繼續拿著柯文哲這個相片 到處辦十場二十場的小草見面會 錢哪裡來 這個部分就很有趣啦 那這個錢是要賺的 你以為辦活動不要錢喔 錢哪裡來 現在 他自己就可以好招募 現在對黃國昌的說 現在募這個政治活動 可能會違反政治獻金法 他有直播啊 他可以捐抖內啊 他透過柯文哲剩餘價值 可以繼續辦直播 如果小草變成阿蔥 因為現在整個民眾黨只剩下黃國昌 小草會長成蔥 對啊 小草變種 變種的啊 因為小草蔥是黃國昌的 小草是柯文的 小草會mutation 很多啊 已經很多了 會變異 會啊會啊 那有可能啊 真的啊 他就是希望把剩下小草變成 他在新北的那個說明會當中的小草